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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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但名流青史比过眼燕云的荣华富贵更加重要 我们一直把宋江死的账记在奸臣的头上 这点不错 但不全对 因为奸臣在宋江和卢俊逸被害仪式上 也只是贵的手 他们自己想的要除掉这两人 也自己去亲身实施 可是他们背后还有赵官家 赵官家不想杀宋江和卢俊逸 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 书生也不想推翻这个结论 但是书生想说 赵官家不杀 不代表能容下宋江和卢俊逸 自古得民心者的天下 这个连儿相信三岁小孩子也能懂 宋徽宗被看作是昏君 但宋江说 亲皇上至圣至名 只被奸臣闭塞 暂时昏昧 这是宋江在行者武松等人 反对昭安时的堂次之举 还是真实的在评价宋徽宗呢 真实的评价 水浒传里的宋徽宗 的确处处被刻画成昏君 但是他在位期间的大宋朝堂 却有两派 忠臣和奸臣 这两派互相争斗 虽然奸臣得势 但总体上 还是势均力敌 昭安梁山伯就是个例子 宋徽宗真是昏君 宿太尉的话 也不会起到作用 所以说 宋江对他的评价非常重肯 只是 宋江没能及时除了奸臣一派的四个首领 让他们钻了空子 不算是真正昏运的宋徽宗 自然清楚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 宋江和卢俊已有机会造反 没那样做 宋徽宗是不是该放心了呢 并且 梁山好汉已经阵亡和病死了三分之二 理论上说 可以放心 可是 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 大宋朝的开国皇帝是赵匡印 他怎样当上皇帝的 相信不需要书生再细说了吧 对下属黄袍加身 被动 书生不这么认为 真心被动 下属即便替他打下天下 他也会找来前朝遗孤 将其送上皇位 宋江和卢俊已不想造反 可他的下属不一定 宋徽宗很清楚 内忧外患解除 仅仅是想灭了大宋朝的那些解除了 还有更加可怕的内忧 那就是腐败的官场和 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两点都可以让大宋朝灭亡 而这两点也不是他宋徽宗能改变的 他的皇里有多不稳 他比谁都清楚 宋江已经得了民心 腐败的官场和不可调和的矛盾日益加剧之后 他自然会被先前的兄弟和百姓黄袍加身 因此宋徽宗内心深处 也是提防宋江和卢俊已的 只是他不想让这俩人死 又或是不想经过他的手杀死 也可能只是想让这俩人不具备任何威胁的 奸臣最了解宋徽宗了 虽然嘴上不说太皇帝怎么想 但心里也清楚 所以他们借着宋徽宗对宋江和卢俊已的提防 下了杀手 宋徽宗真要没有任何提防 早就把宋江和卢俊已保护起来 奸臣也难以得受 即便得受 奸臣也会被处死 可他们活得好好的 宋江和卢俊已死了 宋徽宗树立了中义的典型 让他们成为至人的榜样 死也被宋徽宗利用起来了 你不会说宋徽宗昏君了吧 宋江和卢俊 义的死 被奸臣害死不假 但奸臣只是跪着手 主要还是皇帝的态度 宋徽宗不想让他俩死 奸臣手段再多 他俩也死不了 本门所用图片来自护联网 如钦权 请联系作者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同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